字幕 manera resulting in an electronic release 原本假設有兩個喇叭 然後開始發出相同的 當然你要把這兩個喇叭的線 接在同一個訊號產生器 所以發出相同的聲音 那你原本站在這個對稱的位置的時候 你聽到應該就是兩個走相同的距離 走相同的距離 那這時候應該就是兩倍的A 就是最大聲最吵的時候 那如果他從這個位置走到往上移動一下 走了0.35公尺的時候 然後他的發音到說他聽不到聲音 這個實驗應該是做不出來 因為supposedly這個聲音要怎樣 剛好是這個方向 因為這個聲音其實 我覺得聲音其實是面霸方 對不對 而且如果旁邊還有東西 那還會跑過來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要在很空曠的地方 地方做做看 然後另外就是他剛好這個聲音要有directional 要有一個方向性往哪邊射 都不能夠說 不能夠有其他或者有風啊 不行 不能有任何干擾他 那這時候才有機會可以做出來 所以呢 你站在這裡就怎樣 就聽到很大聲 然後站到這邊的話 你就怎樣聽到沒有聲音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其實就是什麼 因為你站在這邊 那這兩個距離 這兩個距離的差別會什麼 會產生了一個相消性的相位差的干涉 那所謂相掌性的干涉 你剛剛看到就是 它大概就是這個0度角或者是2π角 這個2x就是0 那2π角的話 這個2x大概就是一個難打 所以大概就是0難打2難打 就是相掌性的一個干涉 那如果是相消性的干涉 大概就是什麼 就是都是二分之波長 所以 你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算一下 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的差別 就是那個波的二分之波長 那怎麼算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直角三角形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這邊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它假設這個 x方向的一個距離是8公尺 x方向是8公尺 然後再來 這個大的直角三角形是1.5加0.35 所以 這個就變成1.85了 然後再來 這個小的參角形這邊 就變成1.5 減掉0.35 就變成1.15公尺 所以 這個斜邊的一個difference 就是一個是 一個是根號 這個1.85的平方 再加上 x的話就8 8的平方 再減掉這個 根號1.15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 大8的平方 就可以算出這個 光層差 光層差的那個 Δx 那這時候的Δx 剛好怎樣 剛好是你聽不到 聽不到就是二分之波長 相消性的這個幹涉 那波長算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算 這個聲音的頻率 那這時候 這個題目好像少給你一個條件 他可以告訴你說 這時候聲音傳播的速度是多少 那一般我們都假設室溫 聲音傳播的速度是343公尺每秒 所以你算出波長之後 然後就可以算出這個頻率的這個大小來了 OK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進到這個 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 波環數的一個疊加的問題 那這個特殊波環數的疊加問題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 現在假設在一個繩子上面 然後在中間x等於0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這個繩子上面 製造一個波動 一個波動 那我們讓這個 讓這個繩子上面的波動 是怎樣 是往右邊跑的 所以 假設 有一個 A sin Kx 減掉 Omega t 好 往右邊跑的波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在這個繩子上面 製造出什麼 製造出相同的波動 但是它是往左邊跑的 一個是往右邊跑 一個是往左邊跑 那往左邊跑就是 A sin Kx 加Omega t 這個case跟剛剛又不一樣 我剛剛講 剛剛製造兩個波 然後 這兩道波 就之間會有一個相位差 那相位差可以怎麼樣產生呢 可以利用 我讓一道波先走 再製造第二道波 然後把它放在同一個繩子上 那第一道波跟第二道波之間 它有一個時間差 2t 再處理那個 周期再乘以2π 那就是我製造出來的相位差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 好 我就讓這個 其中一個波跟另外一個波走不一樣距離 那當然這沒辦法在繩子上製造出來 繩子上應該沒辦法製造出 兩個波走不一樣距離 然後再結合起來 應該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後面我們看到的是用聲音來講 甚至未來你會用光有沒有 光就有光層差 你們之前有學過光層差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波層差 一個多走一段距離 另外一個沒有走那段距離 然後它就有一個什麼 就有一個相位差 那個相位差就是它走的距離不一樣 OK 那 現在我們製造的這個 兩道波是這樣 是一個往右邊跑 另外一個往左邊跑 不是說都往右邊跑 然後插5 是一個往右一個往左 然後兩個這樣 兩個在位置為0 時間為0的時候 就沒有相位差 只是一個往右一個往左而已 那這時候如果把這兩個 兩個這個波函數製造出來以後 然後放在同一個繩子上面 那會發生什麼事 那一樣我們知道說 波一定要遵守這個疊加的原理 疊加原理很簡單 就是把它加起來 就是說 如果把這兩個放在同一個繩子上 它一定要先加起來 那加起來的話就是什麼 一個是 a sin kx 減ω t 另外一個是 a sin kx 加ω t 那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2 a sin 2 分 a 加 b 對不對 2分 a 加 b 的話就是什麼 就變成是 kx 然後 cos 2 分 a 減 b 然後 cos 2 分 a 減 b 是什麼 就變成是 ω t 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到 有一點點怪怪的地方 它本來是 sin kx 減ω t 變成 sin kx 乘以 cos ω t 自然而然就變成兩個相乘 那這兩個相乘的東西 你看到 它在 x 等於 0 的地方 它永遠是不會動的 永遠不會動 然後在什麼 在 x 等於 2 分之 就是原本的波反數的 2 分之波長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 答案就是 2 分之π 那 sin 2 分之π 它永遠是最大的振動 2 a 然後這邊有時間變化 會上下振動 cos 就會有 either 2 a 或負 2 a 在那邊變化 你看到這兩個 一個往右邊跑 一個往左邊跑 合起來會變成這裡不動 對不對 然後在 2 分之波長的地方 就變成最大或者最小 當然也有其他的變化 對不對 其他的振動 然後再來呢 2 分之波長 就 x 等於 0 的時候 它的正幅是什麼 正幅是 0 這邊有一個 amplitude 一樣 就是它的 amplitude 是 0 然後當 x 等於 應該是 應該是 2 分之波長 2 分之波長的時候是 180 度角 2 分之波長的時候 它應該多少 它應該也是 0 對不對 180 度角 180 度角的話 sin 0 度跟 sin 180 度角 都是 對吧 對啊 因為一個難達是 360 度角 對啊 這邊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如果 x 等於難達也是等於 0 那當 x 等於 4 分之波長的時候 才會有 x 等於 4 分之波長的時候 那這時候它的正幅才是什麼 正幅才是 2a 然後隨著 cos omega t 所以在中間再插進去 它就變成 4 分之 3 波長 所以你就可以畫出來 就是在 0 然後 2 分之波長也是不會動 然後 1 倍波長也不會動 然後再來 2 分之 3 波長也不會動 然後一樣 反過來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 你會得到一個 震動會變成什麼 變成是 這個 在 某一個瞬間 某一個瞬間它可能是這樣 某一個瞬間的一個震動 然後下一個瞬間的震動 它可能是這樣 反過來 這時候我們就看到它有所謂的不會動的點 跟所謂的震動最大的一個點 不會動的點我們就叫做 node 會震動最大的點我們就叫做 anti-node ok 所以這邊就會有不動 不動的點就叫 node 然後震動很大的點就是 anti-node 那當然它的這個位置你可以找出來 就是跟 2 分之波長有關係 如果是 2 分之波長的整數倍的話 那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這個 node 所以 node的點就可以找出來了 那邊 node的點 就是什麼 所以就是 2 分之波長的整數倍 就是 node 那所謂 anti-node 就是它會動 那就是什麼 變成 2 分之波長 那這邊是什麼 是 n 加 2 分之1 它除以 2 變 4 分之波長的地方 所以 4 分之波長 4 分之3波長 然後以此類推就是所謂的 anti-node 那你看這個好像沒什麼 反正一個波王又一個波王做 那實際上呢 你再回去看一下你的那個 弦 不管是鋼琴的弦 或者是這個 吉他的弦 弦呢 我們發現到我們都是 把一個繩子固定 兩端點不動 然後開始來製造聲音 然後製造聲音的時候 他通常都講 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 第一個諧音 first harmonic 第一個諧音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 second harmonic 第二個諧音 第二個諧音 第二個諧音的話就變成說 欸 我不曉得你有吹過笛子對不對 笛子有一個音 好像是 可以低音跟高音 那你可以 吹小力一點 就低音 用力一吹就高音 有嗎 然後 常常 常常會在那個地方吹錯 有沒有 結果那地方沒控制好 就低音跟高音都會吹錯 那 那個低音就是什麼 那個低音 你可以想像成 它就是first harmonic association 然後高音就可以想像它 就多一個node 就是second harmonic 變成這樣子的一個震盪 當然如果這樣震盪的話 這個就是節點了 就node不會動 那所以你看到說這繩子的震盪 跟這個往右加往左的波的這個震盪 其實是這樣 其實是有相同之處啊 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下一步就是說 那是不是可以想像 在這個弦上面的所有的波動 其實就是一個往右加一個往左 左的波就這樣 因為這兩個一樣 所以最後就說 這個就是這個造成 那最後就說 這個東西叫鑄波吧 對啊 鑄波就是 一個是先向右或向左 向右跟向左把它疊加起來 然後 這個 實驗上觀察 這個跟那個一樣 所以你就說 這個就是鑄波 所以standing wave是這樣來 鑄波的概念是這樣來 那形成鑄波以後 就很簡單 就是 first harmonic就是這樣 就是 代表兩端點是節點 那中間可以震盪最大 上下震盪最大 所以你就知道說 它的第一個可能的一個波長 就是什麼 就是 二分之波長 波長等於 你原本的這個長度L 那第二個可能的波長就是什麼 就是 波長等於L 然後再來第三個可能的波長 是什麼 是二分之三個 波長等於L 那怎麼畫就是什麼 就是多畫一個節點而已 就是中間變成兩個節點 拉不動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把波凡數 那個鑄波可以把它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去 依實類推去計算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到底對我們有多重要 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鑄波 for example 我們可以舉例 我們不是 現在很熱門不是說是這個 奈米對不對 然後 好 其實應該稻米更熱吧 因為沒有稻米就會餓肚子 好 OK 那奈米的話 奈米的話 最重要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量子化 那什麼叫做量子化 你在這個 懸波上一彈 就產生鑄波 這就是一種量子化 為什麼呢 因為它 第一個 可以有的波長 就是 它的波長 二分之三 那中間可不可以有其他波長 不行 第二個可以有的波長 就只是單打2等L 可不可以有其他波長 不行啊 可不可以波長會漸漸變化 不行喔 有沒有 這就是量子化 Discrete 變成 1 跳2 1中間沒有1.1 1.2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就是量子化 那 微小的粒子 微小的粒子 就有這些量子化的行為 譬如說電子 原子 基本上如果你放在 一些周期性的結構裡面 就放回 金格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很 很好的一個結晶性的一個材料 那裡面你把它放一個電子進去 那這時候電子本來就有波 那 其實這個 很有趣 就是波 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 剛剛你看到 KxnOmT 另外它也會有一個相位 那這 電子要如何去 保持這個波的特性呢 它就怎樣 它就必須要藉由 周期性的結構 譬如說原子是周期性的結構 所以電子放在原子的這個 周期性的這個材料裡面 它就可以保持住它的相位 那如果你把電子拿到空氣中 或者把氣體分子 你知道氣體分子也是一個一個一個原子對不對 或者兩個原子變成一個分子 那但是氣體分子就這樣 就沒辦法保持住量子化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周期性的結構去保持它的相位 因為它在空氣中是這樣 是任意 然後它會碰撞 它碰撞之後 它就會忘記它從前是誰 忘了我是誰 對 所以 問題就在這裡 它忘記它從前長怎麼樣 所以 只有放在周期性的結構裡面 才可以保持住你的相位之後 你可以講 你可以一樣 就把電子 就寫成什麼 寫成鑄波 那電子在這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一樣 一個Asin Kx 你也可以寫2A cosωt Exactly就是這樣的一個波反數 那 這樣子的量子的話 強調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就是 一樣跟這繩子一樣 它在 這個位置 你現在假設就是 x方向是往上 然後這個是 x等於0 然後這個是什麼 x等於一個厚度t ok 所以你在x等於0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node 所以那裡沒有電子存在 所以 這個 這個 那個node以外都沒有電子 所以這合理 ok 所以在x等於0的時候 這波反數等於0 它的 這個 電子的波反數等於0 那一樣 就是在x等於t的時候 就像這邊一樣 在x等於l的時候一樣 它的波反數也要消失掉 為什麼? 因為在 比這個t 比t更多的這個位置上 就怎樣 波反數就消失了嘛 所以一樣就是在 sin k k 乘以t的時候 在那以後呢 你要怎樣 一樣要等於0 這個就是 鑄波的概念啦 所以 形成鑄波以後 k乘以t就怎樣 就會等於什麼 等於 π的整數倍 這就是 123 就是量子化 所以 k一定要 有量子化一個n 然後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n乘以t分之π 然後它的能量呢 量子化能量 這很簡單 就是 就是那個 物質波裡面講的 能量 跟 k之間的關係就是 2m分之 h bar平方 然後 k平方 這就是t分之π 的平方 然後n平方 所以 鑄波你看 沒什麼嘛 但是 繩子上面鑄波 就怎樣 就等於你電子上面的 電子的鑄波一模一樣 那電子的鑄波就這樣 就造成量子化 就是奈米世界裡面的那些 quantum confinement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 在我們現實世界 你可以想像成這個繩子 繩子上面的一個鑄波 ok 好 這以後就會講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 現實世界 繩子的鑄波 那 繩子鑄波 很簡單 繩子鑄波反正就是 兩個端點 就是不能動 那 為什麼會得到 這個 這個二分難達 第一個波長 是這個L 其實也一樣 它就是 sin kx 那個k乘上 L 等於 等於 π的整數倍 所以第一個k 這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n倍的π 除以 L 對不對 那k 就可以換成第一個n1 那最後就可以算出來 n1就是 2分之n1 就等於L 所以其實一模一樣 就是kl等於 nπ 都是用來解量子化 用來解那個 神波 上面的波長是多少 都是一樣的一個解法 ok 好吧 那下面有個example 我們稍微看一下 因為 這一章的重點 其實不在這邊 其實在 這個最後面 我要 教你們那個 負利業 極速展開 最後一節 ok 那前面這邊都是簡單的 ok 好吧 反正我們現在進到鑄波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example 那下面有三個example 那第一個example 它說 假設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vibrator 就是一個 上下震盪的一個震盪器 然後震盪器呢 它把一個繩子上面 然後 細了一個重物 然後來製造 這個張力 所以這裡頭 有T雷MG 然後呢 這個震盪器就上下震盪 然後產生了它所謂的 force harmonic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三個節點 三個節點 然後就有force harmonic的一個 oscillation 當然這一樣是一個註波 所以 這個 節點的地方還是不能動 ok 然後再來它就說什麼 說這個 假設 假設它的什麼 假設它的這個 單位長度的質量已知 然後呢 它的這個 頻率 這個震盪器上下震盪的一個頻率 是120Hz 然後 這個 它的這個長度 是 1.2公尺 那當然有它的長度 你可以 算出它的波長 就很簡單 剛好除以2 所以是0.6公尺 好 問你說 它的這個質量到底是多少 它的這個m m是多少 那當然這個m是講 是 造成這個速度 對不對 v等於更好 t over mu 那這個t就是mg 所以你要算出速度之前 你要什麼 一個f 頻率 頻率的話 它給你120Hz 然後再來 你要算它的波長 難打 難打是0.6公尺 0.6公尺 所以就得到一個速度v 那算出速度v以後 它又給你一個mu mu已經已知了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t 這個 這個 繩子裡面的這個張力是多少 OK 然後 下一個example 下一個example 它是說 如果 利用這個vibrator vibrator 再做一個震盪 上下震盪 然後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掉一個重物 然後掉了這個重物之後 我發現它是 所謂的second harmonic 就是中間有一個node 另外我又用相同的頻率上下震盪 但是我如果把這個重物 把它泡在水裡面 液體裡面 這時候會有浮力 所以 應該就會講 應該就會讓這個張力會變小 那張力變小之後呢 它怎樣 它看到是一個 5th harmonic 所以1 2 3 4 這邊有上下上下上 5th harmonic的一個震盪 那這樣問題其實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這個vibrator的頻率是相同的 那頻率是相同的話呢 你發現到說這個波長是不一樣 這是波長是nanda1 這是nanda2 然後最後造成什麼 這個速度這邊是v1 這邊是v2 那當然主要跟什麼 跟它的這個t有關 跟它的這個 根號t over mu的這個t有關 所以這邊是t1 這裡是t2 所以你就發現到說 如果這樣 如果它的波長越長的話 上面這個case 波長越長的話 它的張力就越大 就這麼一點大 頻率相同的時候 波長越長 速度越快 張力就越大 開根號以後 這波長比較短 這波長比較長 不要被騙 不要以為這個比較大 這是波長 波長這剛好等於L 然後這是2.5倍的波長等於L 所以這是L除2.5倍是波長 所以這波長比較短 速度比較慢 然後它的張力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這樣利用 這兩個的一個比例 難達萬難達數比例 去算出這t1t2的一個大小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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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會 好 感谢观看